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从诞义理书第七章 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就是下半段 继续来看上一集 这一个恐怖的异象 到底是怎么解释的 至于我诞义理 我的灵在我里头愁烦 我老中的异象 使我惊慌 我就近一位势力者 问他这一切的真情 他就告诉我 将那世的讲解给我说明 这四个大兽 就是世王将要在世上兴起 然而至高者的圣民 必要得国享受 直到永永远远 那时我愿知道 第四兽的真情 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 大不相同 甚是可怕 有铁牙铜爪 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 用脚践踏 头有十脚 和那另长的一脚 在这脚前 有三脚被他打落 这脚有眼 有说夸大话的口 形状强横 过于他的同类 我观看 见这脚与圣民征战 圣了他们 直到亘古常在者 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渊 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这里面 但以理 看到这个异象之后 又看到天上敬拜 在宝座前 有无数的势力者 在宝座前敬拜 于是但以理 抓住机会了 赶快问其中一个势力者 那就是 刚刚那一个 奇怪的意象 是什么意思 好 请注意 解释意象 不是靠着人的意思 下面是天上的势力者 意思就是 代表着天上的观点 才能正确解释意象 换句话说 看到这些意象的记录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猜测去解释 我们必须寻求 到底神在这个意象中 要告诉我们什么 原则是什么 掌握了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解释 其他的意象了 好了 那么这位势力者说什么呢 他说 这四个兽就是四个王 哇 一句话讲完了 四个兽就是四个王朝 或者四个霸王 可以这样说了 一句话讲完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象里面对这个兽 有不同的描写 但是天上这位势力者的观点来看 重点是 兽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而不是那些细节 比如狮子啊 熊啊 嘴巴还有三根肋骨啦 等等 这些细节 其实不是解释意象的最重要 而是解释意象的代表意义是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好 学到第一个原则了 继续往下看 那势力者这样说 第四寿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大不相同 必吞吃全地 并且践踏脚碎 至于那死角 就是从这国必兴起的十王 后来又兴起一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制服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变节旗和律法 圣民必交付他手 一载 二载 半载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 灭绝 一直到底 国度 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 顺从他 那事至此完毕 至于我 但一礼 心中甚是金黄 脸色也改变了 却将那事纯迹在心 那么上文提到但一礼 听了势利者说 四个兽就是四个王之后 但一礼特别对第四个兽 非常好奇 他就继续问势利者了 因为第四个兽的描述也最复杂 又什么一个脚 又把另外三个脚拔掉了 等等等等 到底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这个段落了 势利者就告诉但一礼 第四个兽就是第四个国 这个国很特别 从他要分出十个国 而当中的一个国呢 会把其他三个国打败 不管怎么样了 就是国中有战 战中又产生新的国度了 这个对比什么呢 请你注意 后面的经文 势利者用很长的篇幅来讲 这一位永恒者所建立的国度 因为当时的历法一年是三百六十天 不同的说法其实讲的就是这里 三年半或者一载二载半载 或者一千两百六十天 所有的这些数目字 其实都代表着一个含义 这个含义就是 圣民受苦的时日是会终止的 不会永恒的受苦 那么这一个的对圣民受苦的时日的描述 就与长久的影响 旧约的传统 甚至到了新约启示录 这个当然是这卷书之外的影响了 不过给我们看见 圣民受苦是有限的 然后呢 圣民将来要得国 得到永恒的国度 与这一位永恒族一起掌权 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 教导我们解释 意象的几个大原则了 第一个要注意 意象的那一个象征符号 到底代表什么 这个是主体 至于细节了 不用太去追究的 连势力者他都没有一一细讲 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只看过程 这四个国怎么打来打去 更要看结局 结局是什么呢 地上国度总会改变 天上国度永恒不变 圣民虽然地上会受苦 但是永恒得胜一定来临 我们与这一位永恒得胜的主 最后掌权直到永远 这个就是看重结局 不要只看重过程 人的本性是有好奇心的 所以每次我们看到意象 我们很自然的 都会去追究那些细节 哇这个脚又是谁啊 这个瘦又是谁啊等等 但是天上势力者的解释 那是最正确的了 我们从他的口中就学习到 原来意象的解释 是需要有原则的 那么今天透过这段经文 不止一起灵修 相信神的国度将来成为一个永恒的国度 他的百姓也要同长王权 学到这个属灵功课之外 也求主帮助我们学会 怎么去解释意象 广义的就是属灵的符号 应该怎么解释 愿主祝福 让我们越操练就越熟悉 不要紧张 因为下一集还会有的 愿神祝福你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